大家分析一下台湾的选举 台湾的大选 总统大选的时候 基本上是两大块 一大块呢 是所谓的两岸这一块 就是国家前途这一块 另外一块是你自己的利益这一块 你像 陈水扁的时候 做到第二任的时候 贪污 对不对 治理这一块 人民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 然后两岸这一块呢 陈水扁这种激进的 冒进的这种做法 台湾也失去信心 当一个政府 你这两块都失去人心的时候 我们常常开玩笑 2008年 随便找人选择 赢得够烂 那同样的现在满意 国民党面与同样的问题 你这个治理的能力 现在老百姓都不满意 你唯一的强的就是两岸这一块 所以换言之 民进党只要在两岸政策稍微做一些调整 你国民党就输了 或者说 如果你这一块做得更烂的话 他调整都不要调整 他就不要调整 他就赢了 好 那我们就假设说 民进党调整 民进党会找到调整 我坦率跟打了解 第一个 我认为民进党不会在总统候选人诞生以前做调整 因为他必须总统候选出来以后 因为出来以前还有党内初选 党内初选还必须要考虑到激进台独的票 可是当他取得这个 资格以后 我觉得他会做一个调整 从一个所谓的隐性的台独 转换成一个显性的独台 跟国民党做区隔了 国民党是隐性的独台 他是显性的独台 怎么讲呢 他会认为说从台湾前途决议文 现在变成中华民国前途决议文 就说我的国家是中华民国了 但加个BUT 中华民国是第二部 中华民国领土在台湾进嘛 他会告诉你说像谢唐靖你看 谢唐靖跟国民党比较说 我们可不可以来个宪法个表 我们可不可以来个宪法共识 你跟北京都可以一中个表 你跟北京都有九二共识了 我们国民党党来个宪法共识 宪法个表 那我民进党的 宪法跟你国民党有没有差别呢 民党可以说我没有差别 只有一个字 全部宪法我跟你国民党 只有一个字的差别 差别哪一个字 你的国民党的宪法 是中华民国领土 依其固有疆域 我是中华民国领土 是现有疆域 只差这一个字 其他我们宪法完全一样 各位 你想想看 台湾的老百姓能够理解 他所代表的政治意涵吗 就像我今天参加美国之音 台湾的教授就说 中华民国的主权 现在本来都在台风筋吗 本来都在台风筋吗 你还说你包括全中国 是不是很荒唐吗 我想一般老百姓都会这样一讲 可是我要跟各位分享 我自己是政治学教授 各位知道一个宪法 它就能分成两大块 任何一个国家宪法 它有一部分是谈整的治理 包括我们台湾的行政立法 司法考试监察 规范 这个所谓武院 跟人民的这些东西 另外的前面23条以前 它是比较一种 阴然面的东西 比如说 中华民国 是一个民有民智民想的 三民主义共和国 我们大概到现在还没有做到 真正的民有民智民想吧 可是我的政治 宣誓这个东西 包括说 人民应该有自由权 居住权 财产权 就是规范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就完全做得到 可这就是一个立宪的精神 包括说 所以我说 我们说中国领土 是一起固有僵密 这个东西它也是一种 主权的一种宣誓 就是Sovity Claim Sovity Claim 就是说 我宣誓我的主权 包括全领土 包括全中国大陆 就像北京 它治理一个宪法 它也认为说 我的主权是包括台湾 它从来没有治理过台湾 可是它做这个宣誓 宣誓当然别人不同意了 就打架了 大家不讲话就宣誓了 所以说今天上我们承认说 我们国家现在的治理的领土 治理就是governance 只有在台湾 可是依照我们国家现在的宪法 我们的宣誓 是包括全中国的 就变成说 我再跟大家讲这个主权的概念 跟职权的概念 主权就有一种财产权的概念 治权是一个管理权的概念 各位记得主权是一个财产权 就说我的主权是包括这边 这属于我的 但是管理呢 我只在这边 我常举个例子 像故宫博物院的东西 故宫博物院的属权属于谁 属于台湾吗 属于大陆吗 其实都不是 是属于全体中文的 对不对 可是在台北的故宫 是不是台北来管辖 北京的故宫 对北京管辖 你管辖到不能说 我看到那个 吹雨白枪把摔摔破了 但是你如果真的摔的话 北京也可以抗议 就话不说 你没事帮我悟空 把他城墙给他推掉了 我台湾也可以抗议 因为那是我们的主权的东西 你不能够 你只是管理权而已 好 这个概念先弄清楚就知道 所以说民进党 他这个常常讲的说 是是而非的概念 我们中华民主权 明明在台北京嘛 可是你要知道 这种主权的宣誓 对于两岸关系 是多么的重要 当我宣誓我主权包裹你的时候 你也宣誓主权包裹我的时候 这表示我们大家还不愿意分家嘛 假如我说我的主权 是在台湾鸡马的时候 那表示说你已经要跟我分家了 所以关键又在于说 你台湾可以改嘛 你如果真正认为说主权 李敏党的主权 只有在台湾鸡马的话 那请你修宪 你只要修一个字嘛 把中华民民主一起 陷雨降雨 再改这个字 我们就没话好讲 可是他又不敢 所以我刚刚讲 台湾的困境在于说 他一方面一些 四十二非的概念 告诉老百姓 主权只有在台湾鸡马 然后呢 我们跟大陆是一起关系 我们跟大陆一边一搏 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宪法 请你改这一个字 从李敏兰卫开始 到陈水平开始 历经这么多的修宪 没有一个人敢改 因为他知道改了政治性的后果 可是他从来不跟老百姓讲 国民党又没办法点出来 国民党跟着民党的路线在后面再走 所以这就是台湾的民主内战 为什么打成这个样子 那好 那民进党就是说 台湾的钱度两千三百元 后我们决定 我在 我上次常常问那个 我出发钱的时候 我还跟那个 从国民党一个中央 那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 副主席 来跟他报告 我跟两个关系主张 就问他一个问题 假如民进党主张 中华民国是个 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的前途 有两千三百元公共决定 我请问你国民党怎么讲 就是你要知道 民进党他下一个策略 假如他够聪明的话 民进党的下一个策略会怎么调整 会从一个自觉党 从一个台独党 变成一个叫自觉党 他不讲台独党 因为他已经独立了 但他们认为说我要自觉 自觉这个概念 容我再花点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是我的专业领域 我想大家海外 一定会碰到同样多的问题 可不可以独立 就问你可不可以独立这个问题 我自己研究跟各位分享 独立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看你什么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独立先分成两种 我先把分两种 第一种呢 我叫做它叫做解放式的独立 解放式的独立 这个解放式的独立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像二次大战的时候 一些被殖民的地区 你基本上你要寻求独立 这个联合国的宪章是同意的 联合国是保障你的 你们可以去寻求自己 从公投来完成独立 但是还有一种独立呢 叫做分离式的独立 就是你要从一个国家的领土 分离出来 你要进行独立 这个情况下 联合国国际组织是不表示意见 不表示意见 这是取决于每一个国家 它自己的规定 比如像 魁北克 他要独立 加拿大是OK 公投 苏格兰下个月要公投 英国说可以 可是西班牙说对不起 在隆利亚不可以独立 苏联说车臣 苏俄说车臣就不能独立 可是还是要独立啊 像特索沃 那是打内战 打完内战就可以独立了 或者是西方力量介入 那这个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所以说台湾你可不可以独立 台湾中华民国里面 是已经独立的国家了吗 你两天在外决定自己的前途 那你到底决定什么东西呢 寻求再一次独立 这种独立的概念 就发生另外一个问题 我常常讲说 今天这个 我们的吴先生在这边 他也是跟 中国国民党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假如我今天是中国国民党 我会怎么讲 我很简单来讲 公投这个概念 其他有它一根限制 叫做在座各位 我们一百个人 我们可不可以到楼上去决定 要不要有个公投往下跳 不可以 因为这叫生命安全 生命安全没什么少数服从多数的 还有我今天下面四个小孩子 他爸爸我们来个公投 决定不要信张 不要信你 不可以吧 你要独立 你自己独立 你不信张 你自己出去 所以假如今天 马云就够聪明的话 很简单 如果今天我们 台湾不要再搞独立 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这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你们哪一个县市 要愿意独立的话 我们在2016年公投 我让你独立 我让你独立 只要你高雄市 能够公投成功了 我让你独立 你就出去吧 但是 你必须也遵守 另外一个民主备政 前政区要公投 要独立之后 你也应该拿投票 那逻辑这个概念 因为 什么叫做一个公投的主体 现在来的 假如台湾可以 两千三百万 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 我请问一下 台北可以被决定 自己的前途 文山区可以被决定 自己的前途 所以我们政治学上 一直跟大家讲个概念 当你要谈到公投的时候 最重要的问题 它最后的据点是 最后的据点是什么 当你又被老百姓 讲清楚 大家就知道说 原来这场是一场 骗局嘛 因为台湾这个 整个十几年来 整个这一场 所谓的民主内战 太多的骗局在里面 都没人把它揭发出来 所以如果说国民党 今天够聪明 谁都可以决定 自己的前途 我们试试看 这个国家一定是智力过水 然后才会让大家去思考 你们不要再用排毒 来骗局选票 我想这是一个 我们尊重 我尊重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未来前途的权利 可是大家知道 怎么可能吗 我们今天国际上大家有一个概念 叫做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 我们利益相关者就说 我们处理社会上 这个世界是一个有机体 就像在座各位 或许有的事业很成功 但是我爷爷 也许问一句比较不礼貌的话 你真正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吗 我们还不是上有高堂老母 下有好孩子嗷嗷待的 我能够今天到哪去 就到哪去吗 是不是 我还不是人生就受到很多的牵绊 可是为什么 当我们在思考政治问题的时候 就把它完全脱离出来 变成是一个什么 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台湾整个社会 就在这一种的情况下 慢慢慢慢沉入 所以我用名字来形容名 就是一个桃子概念 要逃离中国的历史 逃离地理政治 地缘政治 逃离地缘经济 问题是你逃得掉吗 台湾就在大陆这么近 讲究今天台湾是在纽约旁边 我相信我跟大家都主张 还不算 问题是你不在纽约旁边 地理位置决定你的宿命 所以我看到台湾这个悲剧 这种民主化 所以我比较民主化 台湾这个民主内战的结果 你看国民党跟民党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逃币嘛 一个逃一个币嘛 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 好 我们下一页 这个比较复杂 我跳过去好不好 再下一页 好 那我们谈这个政治问题 谈到最敏感的问题 就是主权跟治权 我刚刚已经各位分享过了 主权呢 它其实是一个财产权的概念 然后呢 这个治权是一个管理权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现国民 国民共三个政党 它其实它们都不够现实 不够务实 为什么呢 它们都不讲真话 我三个党 我觉得都不讲真话 比如说 北京认为说 主权只有一个 属于中华的民共和国 所以它不承认台湾有主权 我想台湾老百姓是不能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1949年 没有把台湾消灭掉 台湾2300活在那边 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你说它没有主权 你的所有历史课本 你写中华民国史 宣布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它有灭亡吗 它没有灭亡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谈真正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从一个 有机体的角度去思考 什么叫有机体的角度思考 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 不小心出了一个车祸 我手撞断 我明天开始 我就必须假设我手撞断 用手撞断去生活 我不能还以为我还有两只手 同样道理 做这个政治的时候 你必须考虑到有机体的时候 它是会发展 它是会变化 今天明明台湾存在的那边 你怎么把它当成是不存在的 中华民国明明在那边 怎么当成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你北京说 主权只有一个 是中华民国 我觉得是不对 那国民党呢 主张就是说 主权只有一个 属于中华民国 大家知道这也不见得完全正确 那国民党在主张这个时候 其实是心虚的 心虚什么说 那我们互不承认好不好 一方面主张主权只有一个属于我 一方面教育说 你不要承认我好不好 那我也不承认你 这跟小孩子搬家家酒一样 那民进党都认为说 主权有两个 你就是你我是我 这个北京当然不会接受 美国也不接受 美国更不需要你搞独立 因为对美国来讲 付出代价太大 等下我讲美国的策略 美国是希望你们两岸保持分离 保持分开 但是不要离开 保持分而不要离 最好维持现状 这对美国是最大利益 这非常清楚 所以说呢 我认为说这三种 就是一和二中间呢 它其实都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从最简单来讲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事实 所以我这次演讲 我希望华侨谨戒 能够跟我有同样的一些看法 就是依照两岸的宪法 中国大陆的宪法 是包括台湾的 它的宣誓 Softly Claim 它是包括台湾的 那我们的Softly Claim 是因为包括大陆的 那这样的情况 还就跟一个男女在一起说 我说你是我的财产 那他也说我是你的财产 那很好啊 那财产是合的 就是我们主权呢 是大家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既不是你也不是我 是我们两个手共有 跟共享 就像故宫的东西是谁 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 长江跟黄河 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 是我们两个手共有 所以我们主权呢 是相合的 那因为我们两个人 是主权相合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共同来做一个善意 因为我们既然是相合嘛 那我们保证不分裂整个中国 不分裂整个中国 我这边用整个中国这个概念 而不是一个中国的概念 一这个概念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字 它很盲点 这个一到底是谁啊 谁是这个一个啊 有一是的就有二了 所以我们是整个中国的概念 好 那财产呢 我的看法是说 北京其实他也非常的茫然 为什么 他一方面说 中华民国政府已经不存在了 他的政治教育不存在了 可是你二十一项协议 跟谁在签的 你台湾人到台 大陆人到台湾去 跟从北京到台北 跟从北京到上海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你拿到我们的路台站 上面就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你能够把它丢掉吗 所以北京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说 请你台湾 也可以让我承认你治权好不好 其实北京也在等待这个东西 可是北京的治权有个限制 就是他跟我们的治权 是不平等 北京是中央 我是地方 他可以给你完全自治 他给你最高自治 但是对不起 只有一个中央 这个东西我觉得台湾老百姓 是很难接受的 很难接受的 我常常讲说今天两岸 我们先暂时用一个形容词 两岸如果是兄弟的话 或许这个弟弟 他现在外面当董事长 哥哥呢只是小公司的小秘书 但是回到家里面 大家是平等 胜儿子击败祖宗的时候 哥哥还站在前面 弟弟站在后面 依照整个历史的发展 中华民国 我们成立于1912年 中华人民共和是1949年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是1917年 北京第一个宪法才1954年 逻辑来讲我们排他前面 我们是大哥他是小弟 所以我认为说彼此的治权 我用一个概念叫做平等不对称 平等不对称的概念就说 我们对于我们两个的事情 我们两个是平等 就像我相信大家在美国待过就知道 平等不对称这个概念呢 其实是很多国家的制度都是这样的 像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在参议院里面是平等 每个国家都每个州都两票 可在众议院里面呢 大家是不对称的 那同样道理我们两岸之间 应该慢慢建立一个概念就说 我们两岸之间的事情是平等 平等代表什么 大家都有否决权 影响到台湾的内部的事情 你不要来插手 我有否决权 但在国际上呢 的确你现在的权力是比较大一点 那这个问题我再讲 我还有很多的深处在下去 那好 北京认为这种两岸是一个差距关系 我觉得台湾是不能接受的 等一下我再讲 那国民党呢 当然认为说 两岸的治权都来自于彼此的现状 我也同意 可是你看国民党又讲不清楚 国民党都不敢说叫对方承认我的治权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咬尽又搞不清楚 国民党犯了一个同样跟民进党同样的错误 就他们认为说 治权来自于主权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主权你就有治权的 没有财产权怎么会有管理权呢 大家想有道理呀 没有财产权怎么会有管理权呢 所以说国民党认为说 如果我承认你治权的话呢 等于我承认你主权了 我承认你主权了 可是你承认你主权马亦就认为说 这不符合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因为我的宪法是不承认主权的 所以到了最后只好用一句 比较政治性的用语说 我们互不否认大家的治权好不好 我们不承认 但我们互不否认好不好 那民进党当然不一样 民党认为说 治权来自于主权 所以民党说我既然是 大家相互要承认主权的 当然应该相互承认治权 而治权当然是平等 所以你看民党是不是讲得比较清楚一点 他讲的逻辑非常清楚 所以民进党这个逻辑跟北京的逻辑 是完全一样 两个港都非常清楚 而只有国民党在这个逻辑是不清楚 他讲不清楚 那我呢我也主张这样的 可是我的主张跟不一样 我也主张治权来自于主权的 就好比说一个夫妇在一起 或一个兄弟在一起 这个家政主权是谁 兄弟共同有拥有的 你要卖家主产的时候 两个都要同意 可是呢兄弟跟弟弟之间呢 各管各自的家庭 他的太太小孩子 大家各自主张 彼此要相互尊重 彼此要包容 所以最重要概念说 你看看我们 我今天提出一个第四个讲法就说 我们在主权方面应该是合的 但是我们治权方面是分的 而这个分 它是建立在我们彼此的一个宪政治权之上 我们的分 我们是来击我们的宪法 你有你的宪法 我有我的宪法 好 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下的话 我刚刚讲对外权力 那现在呢 北京当然认为是不对称 那国民党认为对方也是不对称 也接受为什么像我们参加WTO 我们是用强力是台北 它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当然已经是不对称 那我们也接受 那国民党也接受 当然不满意 那民进党呢 它现在也接受 它不会说不参加WTO 但是它也不满意 但它不满意的方式解决 我要寻求独立 我必须寻求独立 我跟你成为一边一国一国 我才跟你一批几军作 它是这样的示好逻辑 那我的主张就是说 我也接受不对称 但是我认为 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我比较差 你比较好啊 像在卫生方面 我台湾不比你大陆差 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 更重要的是 我提出一个概念 我用统合的概念 现在就来了 我用统合的方式 我们在国际间怎么参与 我们统合的方式 我们去互动 因为你只有 只讲这个主权跟治权 这两个概念的时候 只是把现状做了一个描绘 所以各位朋友 我跟各位报告说 我张亚中 没有创造新的两岸的 什么主权跟治权关系 我只是比他们三个政党 讲得更清楚一点 两岸现在是什么 就把现状给它固定下来 现状固定下来 现状的固定就是 我们主权是相互包括对方的 现状就是 我们两个治权是分离的 分离跟分离一不一样 分离像两个脚一样 我们虽然是脚分开 我们身体还在一起 主权还在一起 可是分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 这个是北京不能接受的 来下一页 北京的思维就非常习惯 我常常讲就是说 他其实一直没有想清楚 包括习近平现在讲两岸一家亲 可是北京呢 包括你现在国际上 他还是用在这种所谓的 西方的 他以前最讨厌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法 他现在完全用 他说对不起 按照国际规则 只有国家才能够加入 对不对 只有国家才能够加入国际组织 他常常会讲这句话 所以台湾就没办法参加国际组织 那不是两岸不是一家亲吗 你应该想办法帮忙吗 我就举个例子跟大家讲个例子 我是在欧洲读过书 在德国读过书已经工作了 东西德是二次战案结束以后 也是分裂同样一个国家分裂 在1951年的时候 西德通过一个德国内部贸易法 德国内部贸易法 这个德国内部贸易法怎样 所有东德来的东西 到西德 西德是以决定的 一个打关税 一个不打关税 不要打关税 不像我们现在还要 还要进行两个 EKFA的谈判 福贸协议的谈判 所以你北京在无形之中 你自己已经掉进了 两国论的这种思维国际 你假如有像西德那个气泡 气泡的话 不止你东西卖到东德来 东德都去卖国不要打税 所有东德人只要到了西德来 或到西德大使馆 马上发身份证给你 发布道给你 因为为什么 因为西德主张一个德国政策 整个德国政策 西德不止这个样子 到在1957年的时候 西德成为欧洲共同体的一员 经济共同体 这个时候 换句话说 因为在这个共同体里面 所有的关税 其实都是免关税 那东德的东西 现在进来不要打关税 法国就有意见了 你为什么东德进来 不要打关税 因为西德的 当你西德过来 和西德跟东德讲 西德跟法国讲 对不起 这是我国家的政策 所以后来大家得了一个妥协 什么妥协 东德的东西 自己卖到西 卖到法国去要打税 可是东德的东西 经过西德 再到法国去就不要打税 可这个时候呢 是东德还是采取 两个德国政策 可是为什么 因为西德想统一嘛 东德不想给你统一嘛 我举这个例子 就告诉你说 你大陆现在 在思考这个逻辑的时候 你其实在不知不觉中 你还掉进了两国论的思维逻辑 你台湾要还要坐下来谈 很自立的一个思考 比如说面板业 我大陆现在发达了 那对不起 这个东西不能让利给你 而这个东西可以让利给你 这是哪门子两岸一家庆 这是哪门子两岸一家庆 也就是说 北京在思考整个逻辑过程中 其实它自己还没有跳出来 它还是站在它的个人的利益 但是嘴巴上面讲得很漂亮 这是它的逻辑 那台北呢就变成说是 我们刚刚看得出来 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 它其实越来越趋近 它越来越趋近 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选举会 越来越来选 我可以告诉你 国民党如果说不调整政策 如果这边有国民党的高官 会就可以反映一下 你后来越来越来选 为什么 它让新世代一代一代全部出来 所以国民党你选择只有两条路 你就选择更民党去抢 谁比较爱台湾 现在的策略说 国民党我也跟你抢 可是国民党又有一些责任的包袱 两条路又不能够搞家 那民进党反正不执政 就随便跟你讲 所以这样子下说的话 台湾就是国民两党 它就是基本上越来越趋同 就是逃汉比越来越趋同 分汉比越来越趋同 两个党就变分离了 然后你可以看出来 我刚刚跟你讲 2008年马英九上来以后 他这个所谓的史观也没有调整 那我自己带一些朋友 我们真的是这种 大家觉得我在干什么 做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们花了两千多万 我今天跟吴先生报告 我今天只卖了六个学校 但是我真的一个想法是说 我出这出版社 我是想证明一点 我没有被你们扑灭掉 我还留一个火种 这个火种能不能够成为雄中烈火 等待音乐 不是我能够做决定的 我哪有那么本事 可是我留这个火种 我就等待机会 我总是有一本书 跟你们不一样的 你将来这个学校不用 别的学校可能还会用 好 那看 这个没调整 那再加上2011年开始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再留意过来 我想这个大家比我很清楚 我现在不多说 那美国的策略呢 我就八个形容它 分而不离 分而不离 合而不合 就是你们两个是分 但是不要离开 你分GK 但是绝对不要离婚 一离婚 我美国就被卷进去了 但是合 绝对要和平 但是不要合在一起 因为合在一起 我的战略都不行了 就是合而不一 合但是不要统一 合而不一 分而不离 合而不一 这是美国的 整个来讲 我研究这八个字 当然每个国家 都会有它自己的利益在思考 我们可以完全理解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一看 两岸之间的一起关系 是不是就逐渐越来越巩固了 就是说一起关系 对于民党来讲 两岸是一杯一果 这个一起关系 对国民党来讲是说 他也不能讲两岸一杯一果 可是两岸呢 的确是不一样的东西了 我也不知道国民党叫什么 就是反正就两岸是一起关系 那在这样子教育下的 年纪的成长 你看两岸关系会有乐观吗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两岸关系充满着悲观 只在等待那一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那个火药 突然爆起来 让大家情绪上崩掉 现在只是两岸的马一九政府 有选举的需要 北京也有2006年 国民党不能够输药政权的需要 也加上整个官僚体系 现在不能够让它崩掉 要崩掉也是2006年以后崩掉 所以你看即使现在发生了 所谓太阳化运动 即使发生了所谓的张血腰事件 两岸的政党 两岸的政党都一直很强力的 让东京不要断掉 可大家都知道 这个背后的火药库随时会爆打 那这样子下去 两岸关系还有什么前途 那我们看下一步 那我说 我希望我们桥界 能够同意我的一些主张 就是说 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先用16个字来形容 我的这个路径 反对分离 接受分治 推动统合 共义统一 怎么讲反对分离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台湾必须做出 我常讲台湾必须做出一个 不是让步的让步 什么叫不是让步的让步 就是说 台湾反对分离 就是说 我们保证不分离整个中国的主权 为什么不是让步呢 因为我们的宪法 本来就不容许分离嘛 除非你修改宪法 除非你修改宪法 所以我刚讲 我民进党的朋友 我刚讲说 你没有一个立场 你把宪法改了以后 我也接受 用尊重 尊重 反对分离 可是你在没有修改宪法以前 我中华民国是 就是中华民国 我的主权是包括大部分 所以我的反对分离 其实我是符合宪法 我没有让步 可是为什么说 还是让步的 因为台湾毕竟 还有很多人主张分离主义 还是主张分离 那北京的接受分治 也是一个不是让步的让步 为什么说不是让步的让步呢 中华民国存在了六十多年 我坦率来讲 中华民国护照 比中华民国护照还好用 黑市价钱更高 为什么 拿到我们的护照 跟全世界一百三十几个国家 地区免签证 大陆地区只有几个而已 所以开玩笑讲说 中华民国官员 哪边都不能去 中华民国老百姓 哪边都可以去 大陆的官员 哪边都可以去 大陆老百姓 哪边都去不了 去得比较困难 大陆地区